简安湘第11个也是花莲县第101个部落文件站 4月22号在人和部落接牌 而部落的长辈们欢喜庆贺 还展现了许多美劳作品 乡长游淑珍感谢袁明慧以及县政府的支持 让人和部落文件站建制开战 为老人家们可以在这里快乐共学 让身心都更健康 在地方积极争取下 简安湘第11个文件站也是花莲县第101个文件站 4月22号在人和部落热闹接牌 部落长辈们用五道欢喜庆祝 山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祝贺 简安第11个健康站在人和已经开战了 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快乐 一定要在这里乐活学习 我相信简安的饮法乐活学习 可以开展我们老人家的一个智慧的延缓老化 也可以快乐的安养乐活 我们再次谢谢袁明慧 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许县长给予我们吉安湘 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长者关怀 我们希望善尽吉安湘的能量 来照护好我们的长者 毕竟在吉安超过70岁的长辈 有9000余人 我们也相信吉安是大家乐活安养之乡 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 让我们无论在文件站 健康站 长照西站 各个分站以及失智关怀据点 都能够让长辈 有很好适性学习 跟开心幸福快乐的一个学习空间 老人家们迫不及待 把之前在社区学堂完成的美劳作品 展示出来让大家欣赏 乡长游树珍也赠送每一位老大人 一个吉安限定的书包 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能够背着书包 快乐上学 乡长游树珍感谢中央圆明会和华联县政府支持 让各部落文件站能够陆续建置开课 乡公所也会协助各站举办各种课程 还有完善环境设施 让部落长辈们在文件站能够快乐共学 身心更健康 人和快乐上学请 在 介络会吉安相报导